那么前三局其实前三板上主线一直针对于龙队的反手位底线 然后进行一些激战出场的策划 而且效果非常好 您觉得胜出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场球自己还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虽然说看上去自己优势很大 但是东京现在能感觉到后面的局面不受自己掌控了 我觉得慢慢的开始进入到龙哥的这种模式里边 自己可能也就第七局4比4那个球强突出来了一点 然后才慢慢的开始好一点 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自己还是一定要回去后好好总结去注意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说明天的这种决赛了 第七局其实到终局之后让笔分慢慢拉开了 您觉得胜出的原因是自己的这种激发球可能出手更加果断了 我觉得确实自己在发球的时候想去做好一些 然后在接发球的时候想的就是拨一分 然后再扣一分吧 能扣下来扣下来 然后我觉得这种心态吧 然后那个8比6那两个球处理的还不错 谢谢初心 最好 那个 什么 无关